两年了Hotel X上海酒店展终于回来了 这是第30届的酒店展 除去去年停办的一年 也是我参加的第8届了 可能有很多人对这个展都不熟悉 今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它不像动漫展有很多可爱的Cose小姐姐 也不像车展有各种香车美女 这个展它每年都是在3月底 4月初一共4天免费入场 我自己把它总结成三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 咖啡 茶 餐饮设备 以及物料的供应商 这些都针对弊端商家 所以全国有很多的商家会来找资源采购 之前也有很多国外的采购商来找货源 第二 咖啡节 全国各地的咖啡品牌 咖啡烘焙商 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咖啡行业内的一个小圈子的咖啡节 第三 咖啡比赛 饮品比赛 WCE World Coffee Events 旗下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比赛 咖啡师大赛 咖啡拉花赛 咖啡烘焙赛 咖啡杯测赛 咖啡冲竹赛 同时会在这里举行 所以这里也汇集了全国各地的顶级的咖啡从业者 同种类型的咖啡展在意大利有 HOST 米兰国际酒店用品的 澳大利亚有MICE 墨尔本世界咖啡展览会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Coffee Explore 韩国有Cafe Show 日本东京的国际咖啡展览会 World Specialty Coffe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美国有SCA的精品咖啡展 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有一场会带大展台非常多 所以说我会分为两期视频 来呈现这次的酒店展 这期我会带大家逛一逛咖啡节的部分 第二期我会带大家看一看咖啡比赛 以及高科技的咖啡社 如果宇天川的展台看到他们的咖啡师小姐姐在做咖啡 好奇的去尝试了一下 真不错 喝微糖的吧 我想喝一个稍微甜一点的 这个话就是它和这个拿铁都ok的对吧 尝一下味道 喝是正常是对应150毫升水 然后它这个估计200几毫升吧 一个半 一个半 这很像焦糖马奇朵 或者是真果拿铁这种感觉的 其实咖啡很怕氧气 对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特别的地方 一共是两款 一这款是微糖 这款是无糖 这个是无糖 对 这个是无糖 然后这个也是日本那边原装进口过了 对 日本原装进口 用这种冲淡索鲜技术 里边的氧气残留控制在1%以下 我再尝试一下无糖的黑咖啡的怎么样 好的 这个应该做成冰的更好喝的吧 是的 就是它喝起来有点像手冲咖啡这种感觉 你一天要做多少杯咖啡啊 今天采访你一下 有一两百分多 他们展台负责人呢 还很热情的讲了雨田川是如何诞生的 听了之后才发现很多品牌创立的背后啊 都有着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很多时候我们是中国牌子还是日本牌子 其实我们老板他是留日的中国人 之前就回到中国做中国市场 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开始是我们创始人 在日本开了一个潮牌咖啡馆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团队从日本演绎到中国的 雨田川的创始人是福建人 之前在日本生活 由于喜欢咖啡 就在日本大阪开了一家潮牌咖啡店 那咖啡店同时也会卖一些咖啡挂耳包这些产品 这就是雨田川咖啡创立的前身 那之后呢 创始人回到了国内 于是呢 就在日本和中国市场同时开拓自己的咖啡视野 谁想到当时国内市场大爆发 雨田川这个品牌呢 在国内的名气远超过了在日本的名气 一举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哦对了 我之前也一直好奇 咖啡挂耳这个名字是如何命名出来的 当天我才知道 那是雨田川这个品牌把咖啡挂耳这个名词推向了大众 让我们今天所有人看了后才叫它挂耳咖啡 就是我看是有一个亚运会这个主题 我们赞助了亚运 杭州亚运的官方指定咖啡也是独家公众商 有钱真好 哈哈哈哈 中国真正缺的不是这样一个咖啡馆 是一个能在雀巢和星巴克这样两极分化之间的一个可量性的产品 来自大西北的咖啡UP组 Sofia的展台呢 从头到尾都被粉丝们包围着 看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对不对 我感觉我点不到了已经 这个是家乡带出来的那个果汁饮料 饮料的濃厨变到特别凉 然后拿那个洗衣服 让它再凉一凉 凉一凉之后呢 这个再搅拌一下 尝一口啊尝试一下吧 这个时候我想用西北话说一句话 但是我不会说西北话怎么办 就是层次感非常非常方 这个梅子的这种酸度 还有就是它这个浓缩融合的非常非常赞 来你来一口了 那喝到了Sofia鞋姐姐的特调咖啡 对了当天成功面积的小伙伴们 请把丁姐真美打资公饼上 谢谢你的咖啡非常赞非常赞 那柯林的蓝色星球的主题的展会啊 真的是很抢眼球 来柯林喝杯咖啡 顺便还能找个帅帅的小哥哥蓝朋友 你看这个多漂亮 那作为发明了摩卡湖的器具厂商 比勒蒂 他们已经成为摩卡湖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标志 那在展台看到了他们无敌巨大的摩卡湖 然后研磨速度这样十五六克的豆腿是需要不到半分 也就是比我们日常的手摇摩还要快一点 把水直接基本上倒满 倒满了满载是250 它不能做冰笔 为什么呢 它流速是两分钟 下面这个是一个电动的摩托机开关在这里 摩托机磨出来的咖啡粉了之后呢 它直接会到这个滤网里边 它这个滤网相当于是一个小的法兰绒的一个滤布一样的东西 可以不用滤纸 磨完了之后呢 这个过滤器放到上面 拿这个手冲壶来这个注水 它是这样子的 用一笔15 我来试一下 它这个水流很有意思 它跟手冲还不一样 手冲就是一根水柱 粗水柱 然后它这个是细水柱 现在水变少了之后压力变小了 它就滴得慢一些 它这个就是萃取的这个状态很有意思 看一下它这个整个做一杯需要多长时间 整个萃取过程应该在两分钟的样子 亲自上手体验了泰摩的一个新品叫123GO 它是集魔斗低律一起的器具 它把制作咖啡的步骤简单的分成了三步 对于家庭制作咖啡的小伙伴们来说 降变了门槛把制作咖啡变得越来越简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Q个1 如果多的话 我后边可以单独安排一期开箱体验 这个是妈妈 对巴哈马妈妈妈 哇这个 像不像是穿着短袖短裤在巴哈马的海滩上走路 真会引导 我觉得这个比Dirty的口感还要特别一样 就是Dirty现在已经喝烦了嘛 它比Dirty更清新 感觉像是在海岛里边 然后有一点椰子的那种香味 我想喝西西里这个 这个名字这个男生看过电影的 肯定要点这个的嘛 对啊 是不是嘛 我尝一下这个 我描述出来好像有点像喝椰青 加了一丢丢咖啡那种感觉 哇你看这个颜色 你看这个 这口配 这是我的 是你的 是你的娃 这样子 这是一个向往自由的爸爸 所以他脑袋里面有一支和平歌 向往自由 这个就不多说了 懂的都懂的 这是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奥地贝的展台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几款咖啡豆 喝了两杯他们的新款 义式的偏配 味道真的挺惊艳的 入口丝滑 香气爆炸 Cafe di Kona五颜六色的锥形的平空锥 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哦对了 这小玩意儿不是吃的 是放在咖啡的滤杯里控制手冲咖啡的水流的 M2M可能是整个场馆最火的展台之一了 里三层外三层被包围着 虽然展台很忙 但是咖啡师小哥哥和小姐爷们真的是非常热情 不愧是有冠军加持的咖啡展台 Fellow展台 之前有测评过他们的Fellow Old的摩托机 跟他们的负责人聊了聊才知道 这个摩托机的研发到上市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所以说做产品真的不容易 只是给他加了嘴 所以可以变成分享服吗 你可以就是咖啡冲台之后然后画一画 倒出来这样子 漂亮 它这个有点像渐变色的感觉 野生植物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野 那设计也很野的一个展台 是国内的一个燕麦男的品牌 整个展台呢看起来很潮很年轻很Z时代 包括这个衣服的颜色跟他们是不是蛮搭的 像不像他们员工 哈哈哈 逛它覆面的展台呢又遇到了之前采访过的主理人Kison 还没有看过采访他这一期的视频的观众网 可以回去看一看 又帅又有想法的小哥哥 SOE展台呢有咖啡师冠军助阵 到了这里呢你可以买个小咖啡渣的杯子 然后呢免费试喝他们前面的每款咖啡 哦不过咖啡最好可不要摊杯 不然就像我一样啊 当天手抖的厉害 整个咖啡节来了好几百家的咖啡店 那简直是全国的咖啡馆大过年一样 这么小众的圈子里边 大家找到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有了归属感 那咖啡文化节给我的感觉是 咖啡店极多 那整个四天逛下来 我感觉如果你是咖啡爱好者来到这里 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那形式上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单调 那只有咖啡的展位和零散的酒的展位 那咖啡呢其实是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觉得咖啡展可以加入不同的元素进来 那比如本地小吃 音乐 艺术 手工 生活方式等丰富多彩的东西 那总之咖啡终究离不开人们的生活 那它始终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一点都不单调 它可以是你工作日早上的早餐 也可以是周末的下午茶 也可以是你考试干期的提升工具 那我也希望呢以后的咖啡节办得越来越有趣 越来越生活化 走到大家的身边 让我们一起努力 咖啡不叫汁 一口就入魂 我是你们的刘老师 你们可以叫我小刘 那展会四天呢 我们每天都扛着相机走几万步 每天只吃一顿饭 但是呢我们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状态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视频 点个赞 投个B 我们下期见 Cheers 这道展会吃的东西的感觉爽不爽 幸福 幸福